中寮龙凤瀑布到中寮核心村 因为道路不通畅 外来游客常走回头路 南北中寮不通 影响地方的发展 于是县府计划向中央 争取4亿多元的经费 先拓宽头22线龙凤瀑布 到观音亭等路段 并逐年向中央争取建设经费 让农产品出得去 游客进得来 中寮才能够进一步发展 为了促进中寮乡发展 现早黎明珍率领公务处 找寸锡屋等相关人员 到北中寮清水村举办说明会 乡长廖仪贤 议员张永辉 蔡明轩也到上参加 会中公务处也提出报告 环乡公路为第一起工程 包括头22线龙凤瀑布至观音亭 道路有效宽度将拓宽为9公尺 改善长度约2公里400公尺 预估总经费约4亿余元 目前已经通过还评 县福将争取纳入108到111年计划 并在110年前完成设计与施工 县福将向中央争取 4亿753万元经费 进行头22线龙凤瀑布至观音亭 拓宽工程 未来再将计划行界26线 与河新村连结 南北中寮一打通 便可打造环乡公路网 我们中寮乡环乡大陆 就头22线接26线 这条道路已经讲了很久了 所以好不容易县长跟我们县土团队 向公所积极的争取 向中央公路总级争取生活签的经费 已经大概有核定4亿 要来偷宽 我想这个偷宽环乡大陆是非常有必要的 尤其我们中寮乡 有南中寮和北中寮 如果能够把它连结起来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对河新村 就可以跟我们清水村过来 这一条路线可以直通 不用让我们乡民走来走去 如果环境道路也能连结 可以说对我们中寮乡来讲 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所以今天到清水村来开三名位 乡亲都非常的支持 我们一定会把整个 头22到26 一定在这两三年要把它打通 这样才对我们乡民有一个交代 所以县长会认真的来执行这个计划 中寮乡长廖宜贤 清水村长佐金栋 以及地方人士 对于头22线拓宽 未来打通南北中寮交通 抱持期许 因为道路改善之后 对农产运输 观光发展将有很大的帮助 农产党一直保证 他说未来一定会把我们清水 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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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也会真的合作 也会真的好玩 可以带到我们中寮的环境 和传知 我感觉非常欢迎 希望早日来完成 非常感谢我们的团队 给我们的政策 市益这几万 要来感谢在我们中寮乡 未来的中寮乡就是有一个环境道路 第一期是在我们的环境 第二中午就是万年 我们的团队要继续给我们的政策 政策要趁他到我们大型的有机文化村 第二期第三期 现在就是今天我跟管理说的 先管理有答应我 当我清水川说万年堂 这要去政策第二堂第三堂的工程 非常感谢 幸福表示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 分为三期工程 从龙凤瀑布接到观音亭 列为第一期 第二期从头26线 石饭宴到22K附近 长度约3.4公里 第三期从观音亭到石饭宴 长度约2.7公里 相关建设经费 幸福公务处将分年分期向公路总局争取 记者蔡旭 装备于蓝头报道